一張證照可以讓你一年加薪十二萬到三百萬 一張證照可以十二到三百 三百萬 什麼證照這麼值錢 我這個比較特別是因為我在這個保險業 那因為保險業其實是考很多證照的一個行業 所以其實很多臺灣的這些金融的公司 或是金控的公司 是很鼓勵員工去考證照的 考證照他可能會補添你的學費 甚至你有證照之後呢 你的薪水會增加 你的等級也會增加 這個都有影響 那我比較特別是 我是臺灣第一個 特許財務規劃師的培訓師 就是這個證照 對 那這個證照 因為全臺灣現在目前 這個水箱要帶著 當前我們的專業 OK 好 那因為當證照是 這個對於實質上有什麼樣的 我在兩年前考證照 那同時因為我在兩岸三地都有演講的經驗 所以我就變成了這個證照的培訓師 也就是全臺灣第一個 目前是唯一一個 OK 等於考到這個證照之後 也多了很多機會 它的證照現在很多保險公司都有在推 差不多保證兩百萬以上 就是年薪 你只要拿到 那這個證照應該兩百萬OK啦 拿到這個證照叫什麼 叫FCHFP 叫特許財務規劃師 對 名字有點長 拿到這一張的話 年薪保證兩百萬起跳 對 應該是兩百萬 那很值錢啊 很值錢